音樂 一直是在大醫院工作 在台大後來 派到院主工醫院做了很久的時間 做了七年的時間 做一些心悼管 做一些即興關心症的治療 可是很有趣的是 直到2005年、2006年以後 陸陸續續就有很多新的論文觀念出來知道 知道一些在心臟病這一塊 其實你在後面病人已經出了問題才要去治療 那真的是 事倍功半 就知道心臟病其實很多是代謝異常 長期造成的 代謝又跟你的飲食、生活習慣也有關係 那有幾個很重要的研究發現 讓病人好好運動、好好吃藥 好好把血脂、血壓控制得很好 病人不用做心臟病 不要去手術 他照樣可以活得很好 只要是穩定的病 就會想 我們是不是要多花一點力氣 在了解這些預防保健的工作 現在我們自己做糖尿病 有相當不錯的成績 但是我常常提醒 所有在看糖尿病的這些醫師也好、同事也好 不要忘記你的病人 他癌症的發生率也比別人高 他骨質疏鬆的發生的機會也比別人高 所以你整天只有看糖尿病這塊 你忘記了他 幫他看一看他癌症的問題 忘記了幫他看他骨質疏鬆的問題 所以事實上對病人來說 照顧上面都是不走路 那你如果看糖尿病 那病人有鼻肝、細肝的問題 他就必須要跑到醫院去看鼻肝、細肝的醫生 對病人來講其實是很麻煩的 那我們就是一次 把他該注意的問題在這裡 one stop 我們都幫他能夠照顧好 我認為做一個現代的 一個稱職的現代的這個社區的醫師 他應該是要比較全方位 我們其實從開始的時候 就很注意這個社區的健康觀念的推廣跟衛教 所以我們其實辦過很多場 比如到行警局、到獅子會、到 我們就早些到里長、辦公室 他們只要有邀請我們都會去 婦女會啊 去辦一些演講等等的 那也在我們診所曾經有一段時間 就是我們會每禮辦 固定辦一些講座 透過病人之間的分享 他會親眼看到 他糖尿病症症就好了耶 甚至藥後來都不用是有渴 這樣子對於一些動機 他的motivation 他的這個願意改變的動機上面是 會增加很多的 所以我常常說我們賺的每一分錢 都必須要是良心錢 其實我們心願診所一個草字頭 下面是心臟的心 草字頭就是雙死加倍的意思 兩個加嘛 下面心就是要加倍的良心 中文字幕提供